今天就和大家開箱 這是一個外接硬碟機 為什麼開箱呢? 由於它快 我自己偶爾剪一下這些影片 都用一個快一點的外接硬碟 對我剪的速度都會有加快 我之前就用一個WD My Passport Studio 用FIRWIRE800 可以一件串一件 另外可以使用USB 2.0 FIRWIRE800的速度是800Mbps 剛剛的硬碟機內的硬碟 Internal Hard Disk就比較快 大概1小時有830-840Mbps 現在是800Mbps 大概100Mbps 但其實已經比USB 2.0更快 USB 2.0 標出是480Mbps 但實際上 計算一半也沒有 將Mbps轉成Mbps 大概只有25Mbps 但實際上 實際上可以使用USB 3.0 和Thunderbolt Thunderbolt 是在Mac機內 才有的 在Windows上的PC 真的比較高 Thunderbolt 是一個插口 和USB 3.0 你可以當作插口 不過是直接連接到PCIe的Bus 理論上是會快 它的頻寬有多高 是10Gbps 平時使用Mbps 大概1300多Mbps 這是接口的傳輸率 比USB 3.0更高 我們看看盒子 前面有寫 Store Jack 500 Thunderbolt USB 3.0 Portable SSD 它是SSD 440Mbps 512G版本 旁邊有Transax 名字 也有類似的東西 三年沒用 另外 我們看看背部的位置 背部的位置 背部的位置 其實有些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 USB 2.0 是480Mbps 是世界B 平時電腦用的大街B 可以選擇8 除以8 可以選擇 20-30Mbps USB 3.0 5Gbps 10Gbps 至於 一般 硬碟機 在電腦中的幾塊 第一代的SATA 即SATA 3Gbps 接著 6Gbps 所以10Gbps 比內置更快 盒子 現在不太多 先打開 首先 我們看到裡面有一隻碟 還有一些說明書 另外裡面 有一條 Thunderboard 另外 也有一條 USB 3.0 還有一條 包包 用來 入住 Hard Disk 讓它有少少保護力 碟本身 碟面 有少少磨砂 沒有特別 一邊有 USB 3.0 插 一邊有Thunderboard 測試一下速度 其實 如果用跑分軟件來測試 網上其他影片 也有測試 獨取速度 大概300多Lap 寫入的話 200多Lap 就快300Lap 沒什麼特別 反而我想試一下 真實地在一隻碟上 剪片 剪完之後 分別用這一隻 或者我用開這一隻 兩隻試一下 一齊出一段影片 看看速度 相差會不會很適合 好了 那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RAN 段影片 我剪好了 剪的過程 也很順順 沒有說 有困難的情況 看看RAN 速度如何 現在2.45分 我就 export file 用快速度 我把快速度 把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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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 把快速度 測試 測試 在 Transept 這個路線 把快速度 開始 46分 開始 完成了 3.05分 完成了 3.05分 完成了 剛剛補二十分鐘 完成了 剛剛 我們完成了剪接 就 RAN 一段影片 用了二十分鐘 都不用 現在 我就把整個 Ligary 抄了過來 這隻FYR88 的碟 之後 我們嘗試 在FYR88 DRIVE 看看速度如何 我們看看 抄的速度 大概 需要八分鐘 時間 由 FYR88 抄到FYR88 已經完成了 抄的步驟 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把 Transept 這隻 拔掉 拔掉之後 我們不會使用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都不能使用 SSD 這隻碟 放在一邊 放在上面 然後 我們有個 Project 剛剛 有這個 34G 現在我們 開了Project 好 看看 看一看 應該 完成了 在這個時候 開始 Ren Under 片 出 一樣 Export File 我們 看看 設定 Cluster Encode 接著 Next 這個 我們全部 都在這個 同一地方 Document 現在3點 24分 我們等25分 開始 25分 我便 按 開始 同樣 我們開 剛剛 47分 速度 正正 就是 Transact 這隻 多了兩分鐘 好 那 今天 我開箱 這隻 Thunderboard SSD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與 好 等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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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